在张仪偏师奔袭敖仓之时 六国大军对秦军主力发动了夜袭 可是当田间率领三国步兵一片呐喊攻进秦军大营时 却发现弱大营寨空空荡荡 田间愚蠢地以为秦军窃战逃跑 贺令烧毁秦军营帐顺着营地山谷追击 没追得两三里 秦军铁骑从两边山源漫山遍野冲杀下来 只一个冲锋浪潮 三国步军便蜂拥溃溃败向来路逃跑 当子之率领三国骑兵演杀到秦营两侧山路时 遇到了埋伏在山路之后的秦军步兵大阵的猛烈阻击 箭如急雨 石如飞黄 骑兵不能越雷池半步 紫兰的两千辆兵车在正面 已经摆好了横宽三里的大阵 等待截杀秦军 却只闻几条山谷中沙声震天 就是不见秦军仓皇逃出 紫兰心中焦躁 又立功心切 断然鹤令车阵前推 全部封堵秦军营寨 遍野火把下 兵车大阵隆隆向前推进时 秦军营寨里潮水般 摇涌出了溃逃的联军步兵 无论紫兰如何号令 恐惧的部族们都全然不顾 只一味地尖叫着四散逃命 将紫兰的兵车大阵 冲得混乱不堪 正在紫兰要下令 兵车后退到宽阔原野时 万千黑色铁骑 如怒潮般从山谷中呼啸扑来 冲进车阵 猛烈砍杀 片刻之间 两千辆兵车互相冲突 向身后平原夺路狂奔 车战之法 每辆战车后带二十余名步兵 一则保护战车 二则冲锋作战 形成一个战斗单元 两千辆战车实际是五万多兵力 如今战车混乱夺路 车下步兵成了秦军铁骑的剑装 大批的剑光在黑夜中霍霍闪亮 并也都是惨烈的嚎叫 不到半个时辰 出国战车已后退了二十余里 数百辆兵车已经车毁人亡 车下步足几乎全数被杀 紫兰大事恐慌如同梦魇一般 正在此时 紫芝率领联军骑兵撤回 与楚国战车会合 紫兰方稍稍觉得心安 却实在想不出该如何号令三军 紫芝大怒 抛开紫兰力声鹤令 军马集结 列成两个大阵 紫芝久在辽东作战 极具实战经验 在他威猛的号令下 剩余可战的近一千辆楚国战车 重新列成大阵 紫芝将剩余的四万多骑兵 在兵车大阵左右两翼 列成两个防阵 举剑大呼 败退 此路一条 杀 率先反身杀回 楚国战车与两翼骑兵一声呐喊 隆隆海啸般冲了回来 迎住了秦军的黑色浪头 这些败兵人怀必死夺路之心 比前大不相同 生生与秦军五万铁骑纠 混战起来 正在两军相持混战的时刻 联军身后突然爆发出 震人心魄的喊杀声 黑色大骑招战 漫山遍野的黑色铁骑 从身后杀来 正面秦军骑兵 精神大震 一阵呐喊冲锋 便将联军战车骑兵 混杂的阵型彻底冲垮 联军后退之间 白山两万最精锐铁骑堪赶到 硬生生将溃逃的战车骑兵 堵了回去 两面夹击不到半个时辰 被包围进来的战车骑兵 全数被杀 原野上顿时寂静下来 紫兰方才并未随统冲杀 只目呆呆在战车上观望 从其他方向溃逃的 楚国步兵渐渐在他旗下聚拢 一时有数千人之多 当白山的两万铁骑 发动冲锋时 紫兰彻底绝望 不顾一切的率领残兵逃跑了 江道大营 忽有残兵来报 信陵军与孟长军偷袭 寒谷关的五万步兵 被埋伏在小山河谷的 秦军截杀 大败逃走 秦军扶兵转到淮北 要抄楚军后路 全部斩杀楚军 紫兰心胆剧烈 私生贺令 快立即逃回楚国 带着数千残兵落荒 向南去了 太阳升起的时候 坐镇总仗的苏秦 已经什么都清楚了 信陵军孟长军狼狈逃回 信陵军连连叹息 孟长军大骂司马错 贼将老胡 苏秦只是淡淡的一笑 一句话也没说 正在一片漠然 赤后飞马来报 紫兰丢弃大军 逃回楚国 春生军气得跳脚大骂 骂声未落 又是赤后飞报 敖仓被秦军袭击 粮仓大步烧毁 敖山四面汪洋 顿时 信陵军面如死灰 跌坐在地 大仗中死一般的沉寂 苏秦依旧淡淡一笑 凝望着血红秋日 双眼一片模糊 河外战胜 张仪立即东出 韩谷关趁热打铁 大梁街市萧条 国人惶惶 没有了繁华兴旺气象 敖仓被毁 对卫国打击太大了 敖仓储存着卫国 十之八九的粮食物资 自立亏实行平跳法以来 敖仓便是卫国平易物价 震灾旧荒的宝库 如今 粮食物资被大火烧毁 敖山被大水包围 临近渡口全部被毁 洪水已经漫流到大梁城外 旬日之间 卫国物价飞涨了十多倍 梁价更是一日数涨 难以抑制 私家梁战干脆关闭 准备将余粮留下自家度日 官府梁战 勉力支撑 也架不住国人抢购如潮 眼看也是无粮上市了 北风渐紧 窝冬期临近 从来没有操心过粮米短缺 也很少存粮的大梁国人 第一次感到了恐慌 人们东奔西走的讨粮债 欠粮人家则千方百计躲债 更多的大梁人则纷纷出城 到乡村去偷偷买粮 一时间大梁这个令魏国人 傲视天下的商事都会 乱得人人没有了方寸 魏湘王窝火急了 整日阴沉着脸不说话 原本六国盟约 大战获胜后 其他五国加力偿还魏国 军粮物资 国真如此 魏国倒是一笔不小的收益 如今兵败山倒 联军鸟兽散 统帅子兰 弃军逃跑 六国丞相苏秦也悄悄回到燕国 到五国找谁讨粮去 以魏国目下处境 五国落井下石 大有可能 谁还肯认这笔账 向中小诸侯借粮吗 西年多受魏国欺凌 各国必知 有恐不及 谁能雪中送炭 百思无忌 魏湘王只好召集了几个亲信大臣 秘密商议 有人主张将信邻君也招来 魏湘王却连连摇头 在秘殿里商议了整整一天 谁也想不出好办法 魏湘王无名火起 拍案怒骂一阵 散了朝会了事 正在魏国君臣惶惶无忌时 宫门急报 秦国丞相张仪求见 张仪 魏湘王惊得一机灵 他 他意欲何为 会师连忙说 无论意欲何为 我王都不能慢待 魏湘王猛然醒悟 大秀一挥 随本王出营 迎兵大礼中 张仪踩着厚厚的大红地毡 与魏湘王并肩 进入了王宫 张仪威风八面 魏国君臣各个小心翼翼 司徒先例 遮遮掩掩掩的始终 不敢与张仪照面 魏湘王心中酸涩难尽 坐定之后 一时神不守舍的恍惚起来 丞相会师赶忙圆场 敢问丞相 是过道魏国 亦或专程而来 张仪奉秦王之命 专程为秦魏修好而来 张仪直截了当 举殿恶然沉默 不知道如何应对 这突如其来的修好 秦魏宿敌 魏秦邦交除了连绵的围堵 便是不断的战士 己曾想到过 与这个仙蛮夷后虎狼的 不是仇家修好 即便这次战败 魏国君臣想的也是 怕秦国趁势猛攻 李玉张仪 也只是不想激怒秦国而已 根本没有想到过修好 因了匪夷所思 魏国君臣一片木燃 魏湘王终于醒悟 请问丞相 可可可可是有甚条件 魏王明智之人也 魏国只需不再参与 合纵便是 据实而论 合纵没有给魏国带来任何好处 带来的只是大灾大难 魏湘王溃然一叹 秦王盛情 秦王盛情 丞相好意 魏似心领 只是目下去国惶惶 修好之事 容徐徐徒之 哦 魏王可否见告 魏国难在何处 丞相心如明镜 魏国大鸡大荒在即 哦 渡过鸡荒 魏国须得几多两米啊 魏湘王突然高声说 司徒何在 先例 知私所在 你对丞相说 躲在惠师身后的先例 出了一身的冷汗 莫非魏王要拿自己讨好张仪 心中七上八下 硬着头皮走了出来 向张仪深深一躬 小力 先例 往昔开罪于丞相 赶请丞相恕罪 张仪大笑扶住了先例 司徒严重也 故旧之交 何罪于我 旧事改日再续 但请司徒先说国事 先例顿时去了惶恐之情 拱手道 呃 五百万湖两米 魏国难解饥荒 张仪向魏王一拱手道 两国修好 魏难如同秦难 秦国出粮 百二十万湖 如何 自言当真 魏相王精神陡然振作 豁然站了起来 张仪一阵大笑 哈哈哈哈 我修书一闸 请魏王派出特使 立即到咸阳丞相府 见右丞相处理级 办理运粮事宜 魏相王向张仪深深一躬 长相大恩 魏似铭记在心 张仪扶住魏相王笑着说 嘿嘿 张仪原是魏人 丧子有难 何能旁观 魏相王对殿中大臣高声说 萧玉朝野 秦国借粮与我 结我国难 自此之后 魏秦修好 若有再严合纵者杀无赦 朝臣们感慨唏嘘 纷纷点头称是 长相会师 自请为特使 立赴咸阳 司徒先立自请为监运大臣 匆匆去蒸发牛车 大臣们人人觉得 解了自己危难 争相做事 一时间效率齐高 齐死回生 两米有了来路 魏相王有了胆气 当晚 在王宫大湖的明月岛 举行了名为 两墙修好的盛大宴会 贵国司令大臣 充分挥洒了大梁的富贵 排场传统 两千多盏风灯 挂满了水边林木 湖光山色 雅歌声声 任谁也想不到 这是一个刚刚遭受了速敌 猛烈一击 猛烈一击击乎被灾难淹没的国家 张仪心中大不是滋味 借着如厕 在竹林回廊 王上独自助力 望着灯火下的淋淋波光 有些恍惚起来 丞相可愿回味 同样做丞相 魏湘王突然在身旁 低声一句 张仪一正迅击道 魏王何出此言 张仪是秦国臣子 苏秦能做六国丞相 丞相何不能兼领魏国丞相 魏王好意 只怕张仪没的功夫也 不误大计 丞相掌控邦交大事 不必实时守在魏国 次日清晨 张仪正在梳洗 魏湘王派内侍 送来了一件蜜杂 迎华打开一看 仙字笑了 魏王端起来了 你听了 张仪我卿 但留大凉寻日 受丞相府邸 观奉洗印 再定行止可也 迎华拖了一个长长的腔调 正在摆至早茶的飞云道 昨日还粘草一株 两滴露水就倒起来了 张仪摇头笑道 嘿嘿 这就是魏寺 难怪老孟子到处唠叨 说他不像个国君 叫人无法敬重 迎华道 如何回他 我自作事 礼他作甚 明臣去齐国 早茶之后 张仪派迎华给魏王 送去了一封雌刑检 静自启程走了 为其官道千里之遥 路途平坦畅通 第五日到了集水入海段 向东南沿着滋水河谷的官道 走的半日 便远远地望见了林兹建楼 前行斥后飞报 禀报丞相 林兹交亭有大臣迎接 车马将进交亭 一辆六尺车盖的青铜摇车 淋淋飞来 车上一人红衣高官玉佩叮当 摇摇拱手道 孟长军田文 恭迎丞相 话音落点 已经跳下摇车大步 迎了上来 张仪有些惊讶 孟长军出营 显然是仍旧参与国政 田碧江当真比魏似高明 他下车拱手笑道 久闻孟长军大明 果然英雄非凡 四手相握 孟长军哈哈大笑 被人杀到落花流水 还英雄非凡 狗熊一个 张仪不禁大笑 胜败兵家常事 谁敢说孟长军不是英雄呢 秦军阵仗 天文不得不服 丞相齐袭敖仓 更是匪夷所思也 张仪大笑 哈哈哈哈 不敢贪天之功 司马错运筹帷幄 张仪持躯奔波罢了 好 孟长军高声赞叹 好 丞相有气度 天文喜欢如此人物 请丞相登车 林兹王宫正在举行测试朝会 论战争名正憨 今日测试朝会 聚集了纪夏学宫全部的明家大师 议论的是一个大题目 合纵战败后 如何应对秦国 如何应对张仪来齐 三十六位各学派名士 整整议论了一天 越论越分歧 最后摆开论战架势 当店争得不亦乐乎 几个大师级的老名士说 秦本蛮夷弱小 骤然爆发几年 合族为齐 魏国强大过 楚国强大过 甚至韩国都强大过 齐国更是始终强大 合独对秦国一时强大 如此惶恐 合纵六国抗秦 完全扰民扰国 多此一举 老学功令 邹衍信心十足的 一言必知 与其合纵 劳民 何如极具国力 静观待变 不出五年 秦国便会 自乱自衰 战国以来 莫不如此 hidden 参与 秦国 参与 对 一言必知知的